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处于一个白苹果 然后定住 鼠标是可以动 半天进不去 然后等了半天以后 它会弹出这么一个框框 叫我们连接WiFi去更新固件 其实就跟我们苹果手机挺像的 在我们苹果手机帮板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帮NFC 因为新的固件一定要去帮 不帮的话它就会出现这样 叫你恢复数据 等要等半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连上WiFi 然后去更新一下数据 看能不能更过 好 它弹出一个框框 叫我们关闭或者是再尝试一次 这种情况我修的也比较多 也就是Touchbar的问题 当然不是外配 是主板 Touchbar的管理的芯片 它没有正常的工作 就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也就是说主板它在开机的时候 它要读取你Touchbar芯片的数据 如果你没有工作或者不正常 给它的反馈信息不OK 它就会这样子叫你去更新 然后在联网的过程中 它下发数据又读不到你 Touchbar芯片的数据 它就会过不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拆除主板 看一下情况 果然 Touchbar驱动芯片这一块 很多的水质 放行为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是吧 还有很多的水在上面 比较明显 那我们先把它清干净 好像有点粘稠 这个是 清的是什么水不知道 那个布吧 搞得干净一点 接下来我们先把供电的芯片 先拆下来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腐蚀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做决定 因为这个真的修的非常的多 不管它有没有 我们先拿下来看一下 好吧 为了安全 就是这个黑的就是了 然后直接这样拿吧 外面看起来是挺漂亮是吧 不知道下面怎么样 我们先拿下来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别人修过的嘛 是吧 这个已经很明显是别人修过了的 也就是说之前 它肯定拿到别人家 但是好像客人他没有跟我说 去修过 他好像有说到有去清理 没有说别人修过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锡珠 包括下面的焊油 是吧 都是换过锡的 肯定是明显别人动过的 那这个芯片 现在好与不好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拖完锡 我们拿一个自己拆键板 确定好的芯片 先装上去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可能要动这个了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 对吧 这个大键 因为是带胶的 很多人他不太敢搞 所以我们先装一下 试一下 先把锡给脱了 拆不住 刷干净 好 我们拿个拆键板 我们拿个拆键板 好 我们拿一盏纸 清一下锡 好 好 好 拿个碗 先搞一下干净 灵魂时刻是吧 对准 上锡 好 节奏慢一点吧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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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归下位 先放点焊油 对好位置 好 曝光有点黑 把白纸拿掉 这样好多了 好 OK 我们稍微量一下 试一下 我感觉应该不行 应该还是要换大的芯片 因为之前别人换的芯片也挺新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可以的 就这个意思 我们先转移试一下 好 我们开机试一下 好 来了 我们先连上WiFi 来看能不能再过掉 还是不行 刚刚才是一样的状态 那么看来我们还是要撬刚才代胶的芯片 先除一下胶 这个边胶除一下好翘一点 像这种大的芯片 也不是说大芯片 反正就是电脑上面带胶的芯片 肯定是比手机上面要好弄一点 因为它主板也比较大 是吧 也没有那么细 好 OK 拿到外面来撬 直枪 10两秒差不多 OK 把焊盘先清理一下 放点焊油 烙铁 它这个胶比较软 你拖完以后 用吸收袋稍微刷一过 它就没什么胶了 我们拿个吸收袋 过一遍 是吧 是吧 挺轻松的 轻轻一带这胶就散掉了 好 换一遍 OK 差不多 刷干净看一下效果 下面有很多空掉的点 那都是空点 因为它底下没有根 没有抓地力 我们一拖它就会掉 正常 好 差不多 然后再把多余的胶 给它再彻底的清理一下 换个面 换个面 好 好 我们 又是灵魂时刻 拿个芯片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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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了 这样慢慢的是不是特别的爽快 OK 有个点没上去了 两个点 遇到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关系 叫大家补救一下 它下面有点氧化 把它抠一下 或者是有点脏东西 看它没刷干净 这样抠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 有点脏脏的白色的东西 好 把刚才的碗继续拿过来 对准位置 看到吗 再往上面 放好 是吧 可以放点焊油 不放也可以 放点焊油 好下去一点 OK了 再来 OK 如果你在拿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有锡柱没下去 就不要拿掉了 直接再吹下就可以了 这下就完美了 归下位吧 好 准备好给装上去 先放点焊油 先放点焊油 点位对好 这样吧 那有点碳熟 好 差不多固定了 再吹一下 OK 可以碰一下 是吧 OK 好 再装机试一下 好 风声也转了 诶 车怎么这么久 除了可以动了 来了 诶 它就发亮了 我们看它有密码没有 没有密码 目前是没有 它纸上没写 所以待会要先跟客人沟通 问它要密码 然后我们再进去测其他的功能 然后充电也是 现在电池是百分百 键盘刚才我们也可以 触摸也可以 主要它就是这个TouchBar 我们看能不能点 可以 加声音 对吧 剪声音 是吧 因为它寄过来 它叫我们帮它换TouchBar 然后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问题 所以 你换了也没有用 是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